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来了 大家都应该挺熟悉的 西姐 西姐你好 欢迎你 你好 你好 今天为什么要请西姐上来 因为上一次 我第一次跟西姐做节目的时候 就是西姐已经推出了她的一本书 她的那本新书 那个时候我就鼓励大家来订 那现在这本书已经推出了 而且听说反应很好 销量很好 所以也想要提醒那些还没有买这一本书的朋友们 记得要买 也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把这个书的封面打出来 大家看到这本书的名字叫做Mouse America 也要提醒美国人 现在美国已经正在向毛示美国靠拢了 那西姐 其实我觉得你这本书真的是 现在推出的很及时 因为现在美国 我看不是什么毛的美国 而是She's America 我不知道你明不明白我在说什么 最近习信平不是 She's America Not the She's America 对啊 我这个名字我就说 现在有两个XI One is a dictator One is a patriot One is a good one One is a evil one Yeah She von Flitz is the good one 锡姐是那个好的锡 还有一个坏的锡 就是那个锡靖庭 而且呢 他到美国来 到那个 我说他是到他的海外特别行政区 加利福尼亚州的那个旧金山市 他的红旗插遍了旧金山市 根据地 对 真的是他的根据地 红旗飘扬 简直是美国的延安啊 那而就正在这个时候 你的书就推出了 哎呀 所以我就觉得特别的及时 那希姐 你对于习近平这一次 这样子声势浩大来美国 你有什么看法 你觉得美国真的是不是已经变成的是 She's America Yeah 我发了几个推就是关于这个 我就说呀 这个红旗插遍这个 San Francisco 旧金山 真是说明很多问题 我觉得第一个问题当然就是 他在那儿 中共在那儿渗透这么多年 经营这么多年 确实有很多那个根基在那儿 同时你可以看到 美国政府特别是这个 这个 Newson 这个州长 他们已经是共产主义了 他们已经是共产主义者 他们完全信从的这个共产主义 所以他们完全就是非常欢迎 我告诉我的那个Twitter follower 像这种事情你不会不可能在中国发生 不可能看着美国国 如果美国总统访问中国 你不可能看见这个美国国旗四处飘扬 因为他们知道美国国旗代表的是什么 美国国旗代表的就是自由 代表的是民主 所以说他们他们绝对不会让这个 那么为什么他能够在旧金山这样仓皇呢 不光是当地有这种还没有反省过来的这种 还信共产党的这种 美国的这个不光是移民的 可能也是学生啊什么的 但同时你也看得到 美国人现在对这个也是 好像反应也不是很大 那就是美国国旗嘛 那就是中国国旗嘛 Chinese flag 很多在网上说 这是Chinese flag There's nothing wrong 中国华裔美国人来那个举他们的红旗 No it's not our flag 不是我们的红旗 这是中共的红旗 是最邪恶的红旗 什么是红啊 那红旗什么是红 那都是鲜血 那不光是他们所说的烈士 这是中国人的鲜血染成的 在他们的组织下 多少多少中国人丧命 这是这些人受害者的红旗 染成的 所以我就告诉美国人 你看见这个旗 你应该知道 这就是邪恶的代表 邪恶代表暴政 你看他多可恶的 那个 那个 American Color Guard 站在那 举着这个鲜血染成的红旗 对 就是这些美国的军人 或者他们的这个卫兵 我也不知道怎么叫 我也看到有一个推特 他就说 这个美国人 他说我的父亲参加过 那个北韩北朝鲜的战争 我很庆幸他不需要活着 看到美国的军人 居然举着共产党 中国的国旗 这是多么的讽刺 而且对于那种 以鲜血 以生命来换取美国 保卫美国自由的军人来说 这是多么大的一个羞辱和讽刺 真的 我想他们没有想到会有今天 美国会有今天 标志到美国的堕落 美国完全的堕落 我想那你刚才说 像纽森这些人 民主党的 我们早就叫他美共了 他们已经是 美共 共产党里面的人 他们而且已经不再隐瞒了 就像纽森这样 他就 对呀 我们就是这样了 怎么样了 就是他已经不再假装了 而美国人民 我相信他们还不愿意 活在一个极权国家 只是他们是 非常的麻木无知和迟钝 是吧 对 你身边的美国人 他们对于这件事情 就是他们认为自己 已经活在Mouse America 毛氏美国 或者是西式 America 你觉得他们 有这样子的一个认知吗 我觉得还没有 还不够 我现在所说的 就是因为我现在 已经没有很多机会 直接跟左派交流了 因为从2020年以后 左派和右派就自然分割了 我原来的朋友 大家也不说话了 所以我真还不知道 我知道是右派 右派里面 很大一部分还没有觉醒 他们只知道左派 做的这些事情 他们不喜欢 但是这些事情到底是为什么 它的性质是什么 很多人还是不清楚 所以我觉得 我现在要那个 要唤醒的 第一步 就是美国的保守派 先把他们给唤醒 他们都很多都不知道 对 对因为左派之所以是左派 就是他们其实是愿意拥抱 共产主义的 所以他才叫做左派 所以现在更大的问题是 右派 他们是拒绝共产主义 问题他们不知道 还没有意识到 美国已经被共产主义入侵了 所以把他们的唤醒是更重要 对 很多人还是不知道 这个是最大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我这本书 出来的这个时候 确实是很及时的 我真是希望能够唤醒一大批人 是的 是的 OK 那我们就说说你这本书了 你这本书呢 上一次我们访问的时候 就说是10月的时候推出 那现在已经11月了 就已经推出一段时间 我呢还没有收到 我很期待啊 希望尽快就可以收到 那这本书推出以后 你觉得那个反应怎么样 是达到你预期所想的吗 还是超越了你的预期 对我现在我们还在观察 当时的那个preorder 就是预先定的那个定量 我的那个出版商说的是非常非常好 是超过预期 完了以后 出来以后反应非常好 现在很多地方都已经都是out of stock 已经缺货了 对对他们已经开始 我问了他们 我说那个像那个 这个书是到处 只要是卖书的地方都可以买到 那个target很快就是没有了 就是out of stock 现在很多人说的 对很多人去了那个Barns and Noble 也说都没有了 所以我觉得很好 在那个Amazon 这个是最大的就是那个bookseller 我的书被立为bestseller in the category of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这个话题的里面我是bestseller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political freedom 政治与自由 在这个里面也是bestseller 还有就是Asian politics 亚洲政治也是bestseller so it's doing really well 我非常欣慰 非常高兴 恭喜恭喜 真的是恭喜你啊 因为我知道上一次跟你做访谈的时候 我知道你写这本书是 花了好大好大的努力啊 花很多的时间和心血 我觉得更重要更重要的是 你想要达到的那个唤醒更多人的效果 那肯定就会有效果啊 他们买回去就会看啊 看了可能还会借给别人看传阅 那就更多人可以被唤醒了 那你觉得这本书到目前为止 有没有人读了以后给你任何的回响呢 我的最多的这个就是这个communication 就是在那个推特上 推特现在是x上面 很多人给我那个就是comment 给我留言 我呢就是准备下个星期 我准备在推特上面 发一个推 完了收集大家的这个 读过读了这本书的一些问题 完了我呢就专门做一个解答 我还同时见了很多人 他们都是说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本教科书 教科书就是他们从来没有学过的 这很多中国美国人都是对这个共产主义 特别是中国共产主义 中国式的共产主义 对文革了解是非常非常少的 所以他们觉得这是非常非常有意义 而且呢是非常及时的 嗯好啊好啊我也是一直在跟着你的推特啊 大家如果有推特的话也去跟西姐啊 西方军跟你的账号 哎当时我觉得倒是有点奇怪 你对于这本书啊 因为我知道在美国他们要推出一本书也是很大的事情啊 经常就会上去接受访问啊 然后还会办什么签名会啊这些 那你有很多这方面的活动吗 我从那个这个书是10月31号推出的 我从哪开始几乎是每天都有采访 嗯那我今天星期天 今天星期天哈 我星期五是从七早上七点半到晚上九点 几乎是一个接着一个 嗯所以我我这是非常辛苦 但是我非常非常高兴 嗯因为这个书啊 你我昨天到那个Barns & Noble 我们那个当地的Barns & Noble去看一看 我想看一看我自己的书放在这个书架上啊 嗯完了 我我旁边的这个Barns & Noble已经卖完了 我还得到另外一个比较远的地方啊 去看那那地方啊 那个店还有 就是确实是嗯 很多人知道这本书 因为这个就是各种各种采访啊 我还有一个很大的采访啊 可能再隔一两个星期 大家就会看到 我就不说是谁了 就是最大最大的采访 就是大家都都认识到 特别是这个保守派认识到这本书的重要性 我呢再说一下我这个书是什么样的书 因为很多人呢 讲到这个就是关于文革的书啊 很多人想到都是自传 我们有很多很多非常非常好的自传 啊就是讲一个人的经历 讲一家人他们一家人的经历什么的 这种经历有各种各样的 有是黑武类家里的 文革的遭遇 好也就是虹武类的遭遇 对不对 因为这个文革是各个 各个都是受害者 但是呢 这些呢都是非常好的故事 但是这些是 还是有局限性 因为讲的就是一个人的经历 还有一种书呢 就是完全的就是 历史 讲这个什么什么时候发生了 谁谁谁谁谁 是那个player 我这个书不是 因为我不是历史学家 我的遭遇在文革 跟很多人比 那简直是 我真是作为一种幸存者 家里人也没有 没有直接什么就是 关监狱 什么做牛棚 还有很多就丧命的 我还算是 算是很幸运的 所以我的那个经历 不是这本书的主要的故事 我这本书的不同 就是什么呢 我是这本书是 完全是作为一个 中国文革和美国文革的对比 几乎是一个对一个 一个对一个 一个对一个 问题这个书 我不是来那个 这个目标 这个就是主要是 唤醒美国人 他们确实对美国的 这个对共产主义的 这个历史是真是 知道了 太无知了 对他们看了 对我看了 他们看完这本书 最后的结果 我希望就是 他们就知道 现在发生在美国的这一切 不是偶然的 也不是第一次发生的 这些事情 早就发生过 而且吧 就在五十多年前就发生 而且就发生在我身上 这真是 不是什么 什么古老的历史 这就是 就是很 那么这代人都还在 很多人都不知道 对对对 那么就告诉我 这个就是 这个 这个是完全的美式文革 和中国的文革 是完全性质 一模一样 那么就说 我们现在所面对的 不是一帮左派 刚crazy 就发疯了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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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帮共产主义者 这是一帮马克思主义者 他们的目的 不是说他们就在那 go crazy 他们的目的是要 真是要 摧毁美国的制度 就是要夺权 要把美国抢过来 变成一个 一个共产主义的国家 那如果连美国 如果连美国也染红了 那这个世界就真的没有了 你一个最强大的 一个自由世界都被染红了 就变成一个共产极权国家了 那其他国家 是迟早的事情 对 极权国家 这个是最重要的 很多人说 他们 他们怎么会建成一个 共产主义国家 我们 美国你找不到一个像 老毛的这种 这种 人 我说 那个 那个Mark Twain Mark Twain Mark Twain说过一句话 是非常非常 非常非常 那个明智的话 就是说 历史 它不是完全的重演 历史呢 它重演是什么呢 相似的重演 就是 rhymes it does not repeat it rhymes 对 所以说你不能找 哦 有 那个 中国的文革是毛泽东 这 这毛泽东在哪 这一帮 毛泽东 是你看不见的 是在背后的 是 所以大家要知道 从这本书 我希望大家知道 了解 真是认清 这个性质 这个性质 就是 中国文革的重演 历史的重演 对对 按你这么说呢 虽然我还没有看这本书啊 但是按你这么说 就是说 如果别人只是 以个人的经历呢 他可以 带出一些表象 你看我经历过这个 我经历过这个 大家还不能够 太强烈的做一个对比 但是你呢 是已经帮他们对比好了 而且你还把那个性质 都说出来 你看中国的这个性质 发生在美国 它的性质 就是共产主义的性质 所以你把它解释的 更加透彻 那让那些 而且对 你说 我就说 我是经历了中国文革 我现在和大家一块 在经历美国文革 所以我完全有这个发源权 因为我是 两个文革的经历者 对 而且很多像那个 北韩的那个女孩 她第一本书 就是那本书 影响也非常大 她那个是 In order to live 她就描绘在 北韩生活是什么样的 但是这种呢 就是使很多美国人 就什么呢 哦 它是发生在过去 它是发生在 很遥远的地方 哎呀我真同意这些人 这些人真是 生活在这种暴政下 完了她就不想想自己 不想想我们现在美国 已经一步一步的走到那了 对 Yomi Park 你说的那个北韩女孩子 Yomi Park 我看了过很多 她的那个访谈 确实就是说 她就告诉别人 北韩的生活 是多么的悲惨 她有说 她说我到了美国 我发现美国的大学 怎么跟我们北韩 是一样的 一个调子 那是第二本书 她第二本书特别好 她第二本书就是完全 比较 她在那个北韩受的教育 和在哥伦比亚大学 受的教育 是一样的 但是我就说呀 还是有一个limit 就是说 哦那只是在大学 哦我们都知道 大学里面 他们gone crazy 他们疯掉了 不过没关系 等到他们出来 社会工作以后 他们会从左变右的 但是这个世界 已经不一样了 以前可能是这样 现在他们 出来社会以后 还是左啊 整个社会都已经 被左掉了 woke了 所以呢 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 因为以前说 如果你年轻的时候 你不左 你就没良心 但是如果你超过40岁 你不右 那你就没脑子 但是现在他们 到了40岁 50岁 你看到了拜登 80岁 继续没脑子 所以已经变了 这个我得说 这个就叫old wisdom old wisdom 就是你刚说的 你如果是20多岁 你不是左派 就是你没有爱心 没有良心 对什么什么的 对 That is out of date 这平和时 他们现在不是让你去 他们现在在大学教的是 完全是共产主义的思维 不是说让你去同情 去帮助这些 所谓的就是 不信的什么 marginalized people 现在是让你推翻一个制度 完全让你革命 他叫的是革命 所以我们现在 我那个星期五 他们有一个组织 就是 a business local business forum 都是以 就是商业的做生意 就是商搞商 他要我去讲 我就说 我们在一个非常 nice restaurant I said we are in a beautiful setting in a nice restaurant top of a building overlooking the beautiful Virginia suburb 就是在一个很高的 一个很豪华的餐馆 哇 ok but I'm not going to talk about business making profit making money I'm just talking about revolution that's what we are in we are in the midst of revolution 我们现在是 人家已经都给你宣战了 人家现在 在革命了 革命了 对对对 所以就是说 很多美国人呢 他知道左派的问题 知道左派的问题 但是没有意识到 美国已经 套用中国国歌里面 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他们真的 这是最危险的时候 对意识不到 意识不到 那这一本书 你期待 除了你期待 他的销量 你现在已经看到 是很好了 那你期待 他们读了以后 被唤醒了 那他们能够怎么做 你这个是一个 survivor's guide 但是你有没有一些 action plan 教导他们 应该怎么做呢 我的书主要的目的是唤醒 你要去抗争什么 you're going to fight against something 你首先要知道 what you're fighting for fighting against 如果你对你敌人都不了解 你怎么fight 我现在觉得 我第一个想 我这个书要解决的 第一个问题 就是让他们知道 我们的敌人 已经不是老左派了 我们的敌人 现在是共产主义 现在是马克思主义 是极权主义 你先把这个 我这书的最大的 这个目的 就是让大家理解 了解以后 你就知道 你现在不是去 跟他们 跟他们 debate we passed that already 他什么都进不去 由言不尽 因为他们完全被洗脑 所以第一个 而且我也希望 我讲了我的故事 第一章我就讲了我的故事 就像我就跟 非常非常多的华语 美籍华人一样 完全是不关心政治 就是关心自己的那点事 把自己的家搞好 多挣点钱 过得好日子 再把车 就是不断的update 我到美国来 基本上就是 做的这些 大家做的一样的事情 对政治 也是不是很关心的 我上次在你的那个 我觉得我们俩谈的时候 在你的节目里 我已经说了我的一个过程 那么我就现在就是说 我就觉得我必须出来 站出来发声 那就从2020年开始 我就说这美国已经 我们现在已经处于战争状况 所以我就觉得是 我一定要发声 那么我的第一章 我就希望大家能看到 我的过程 我是怎么从一个 默默无闻 一个so called model citizen 国泛公民 国泛公民对呀 怎么我怎么进来 我现在为什么这样发声 大家看一下 我的这个过程 很多人说的 他第一章说的 他们看了以后 真觉得自己 不能再坐在那 不能become a keyboard warrior 就在推特上发泄源 而且还是 不是自己的真名 发泄源 怎么怎么的 喊点口号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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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have to get involved 所以我在里面 就给大家看 我是怎么involved involved的第一个 就最重要的 首先知道 真是知道 现在你现在 对付的人 是什么样的人 而且一定要local 一定要local 一定要在你 就是你社区 参政 怎么参政 I don't know anything about politics 你现在就必须知道 你必须知道 你们的 你的孩子 在学校 学的什么 你必须到这个 school board 的校总会 是吧 必须到那去 如果你觉得 他们做了什么 你不同意 必须到那去 and hold them accountable 你必须要参加 be part of it be part of the solution 要解决问题 要成为解决问题的 一部分力量 不然你在那抱怨 你在那抱怨 人家在那做 正尔巴基的事情 所以我们弗吉尼亚 刚刚这一年的选举 刚刚结束 我在中间看了很多问题 首先 我们这边 就没有什么volunteer 我是这个 现在这个选举 你知道吗 就是early voting 早期选举 就成了一个season 从九月底就开始 一直到十月 十月七号 完了我们这个区 对那个early voting 是两个星期 两个星期 都得要人在那去 那个叫做 polling greater 就给他们那个 sample balance 必须要做这些事情 民主党那总是有 那么两三个 我们这边几乎没人 我是我这一边就一个 下一边就一个 有时候连那个都没人接 这个就是问题 这个就是问题 你知道那共产党 他们做事情 那可来劲了 他们是socialism socialism never sleep 那么如果你要 你要保卫这个 我们这个国家 要保护你的孩子 你必须要做事 必须要出来 我上次听那个校美 我们的一个朋友 一个嘉宾 他也是非常关心选举 也是参与很多很多 美国当地的选举 他是德州的 他就是说 这个左派 他们是很勤劳的 你不能只是怪什么选举 你不能怪选举机器 选举作弊 你不能只是 当然那个也是一个问题 但是他不是唯一的问题 他们民主党 他们真的是花钱 出力 出人手 而且是很用心的 去笼络人 去洗脑 去增加自己的影响力 他们是 所以他们才可以 收割一大片 这个所谓的harvest 收割 你首先要去种 他们平时一直在种 一直在部署 然后时间到了 他们就可以收割 但是保守派 却在努力工作 给孩子进藤校 都在忙着自己的小日子 像你说的 结果呢 但是这个小日子 对 你说对了 在小日子就不可能 就不可能连续下去 如果大日子没了 对 我想这个是 保守派跟左派 他的性质就是不一样 因为保守派 作为保守派 他就是勤劳工作的 他就是愿意过小日子 而左派 他的性质就是斗争 就是要改变 要颠覆你 要翻天覆地 所以他们 在本质上 他们一定是勤劳地 参与政治 而保守派 只是勤劳地去工作 所以呢 天生 你可以想 你说 我就加一点 你可以想 当时共产党和国民党 两个斗争的 那个 当时那个情况 大同小异 对 所以我是觉得 但是你保守派 你想要保护着自己 所珍惜的小日子 而且呢 保守派一般就是 很注重孩子 那你想要孩子 有更好的前途 而这个也是很多华人 来美国的目的 都是为了下一代 是不是 如果你真的要保守这一切 那已经 没有这个条件 让你继续沉睡下去 让你睡觉静好下去 所以我觉得 你这本书也是唤醒很多 他们可能不愿意的 我真的宁愿好好工作 我不参与政治还不行吗 可能以前可以 但是到了现在 你还真的不能不参与了 一定是不行了 It's not optional 已经不再是一个选项了 你被逼的 你必须要去参与了 对 我觉得这个 你这本书也起了 这个很重要 很重要的一个作用 那有什么东西 你要跟华裔 因为这本书是用英语写的 那在美国很多华裔 其实很多年 他可能英语还是不好 那他们 比如说 可以帮自己的孩子 买这本书 不知道那些孩子 还愿不愿意去看 或者是买给自己的 朋友 但是他们本身 很多 如果是你这个年龄的 他们也经历过文革 其实我认识很多 在美国的人 他们都自己 也经历过文革 那对于他们来说 这一本书 如果他们去买 去支持 你觉得他们可以 从中得到什么呢 比如说很多内容 他们可能是知道的 英文呢 也不是太好 你觉得他们可以 怎么样来 involve 参与你这一本书的推广 首先我就说 我这本书呢 希望不久会翻成各种语言 太好了 太好了 因为什么呢 我们这有很多 就是华人在外面 在大陆外面上 像那个台湾 香港 像美国华人 像你 像这种 我觉得 会的 这个会提出来的 就是有人愿意 买这个版权 把它翻成中文 但同时的话 我这本书 就是希望 就是华裔的 这个 美国人的话 就像 华人 OK 希望什么呢 希望你呢 能够给你的孩子 给你的亲朋好友 因为很多中国人 我说实话 我经历过文革 虽然我经历的是 我是做一个旁观者 因为我太小了 我七岁 文革开始的时候 我就说 如果我就大个五岁吧 我绝对参加红卫兵了 我绝对去 去那个打砸抢了 我觉得那个命都丧了 这是完全可能的 所以我是 作为一个旁观者 我是亲眼看见这些事情的 但是你说 你要问我 你就说 三年前 四年前 你问我 我可以讲一些例子 但是我也不 不完全清楚 这后面到底是什么原因 到底是什么目的 说实话 四年前你问我 我也说不清 所以我在这个写的 这个过程中啊 我就把这个 很多这个dots 就是这些点呢 把它连成线 完了再画出了一个 一个就是 一个图片 connect the dots and then you see the picture 我觉得很多中国人 你就算是经历了的 你平常没有特别的 去研究这个 你也是搞不清楚 就像我一样 我都搞不清楚 所以这个呢 对中国人来说 你虽然经历了 但是呢 你对美国的情况 也多了解 很多人是不了解的 他也就是看一看 电视 听一听这个 什么微信上面 发些什么东西 他也是不是很了解的 所以我觉得这本书 不光是对 美国人 对华人 就像我这个年龄的 很多人都搞不清楚 既搞不清楚 文革到底是怎么回事 和现在美国发生的事情 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敢给你担保 很多人搞不清楚 所以这个是很 就是 但是呢 年纪再小一点的话 中国人的话 那就更搞不清楚了 更搞不清楚 对对对 我自己 所以说我这 我要说句话 我觉得这是 我承担这个责任 我们所有的华人 都承担这个责任 我们没有把这个历史 讲给美国人听 我们没有把这个历史 讲给我们的下一代 我自己就没有 因为我觉得 哎呀这些事都是 都是 过去了 不会再发生 不想提 不想提 真的 我在这个过程中 我老公说 哎呀好多事 我真还不知道 我说 我没有去讲 很多事我都忘了 开始我要写这个过去的时候 我还得想 哎呀我 很多事情 我自己都想不起来了 我还得跟朋友谈 谈着 他们说句 哦对对对对 对这样的 完了就是要把这个 记忆给激活 不然的话就忘记了 这就是习近平想 想干的时候 让我们忘记 对不对 这就是共产 马克思主义 共产主义 对对对 这个信仿者 想让我们忘记 他们就是要把过去 给抹杀掉 对对 所以我觉得 那个你说 那个犹太人说的 Never again 对不对 Never again 他们就是把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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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 keep alive 嗯 中国人呢 Never what we forgot we forgot 所以我觉得这个 这个是非常 对我这次 我觉得这个 是我非常大的一个 一个就是这个反省 我觉得 一定要把这个 history keep it alive and pass it down so that it does not get repeated 对对对 我帮你翻译一下 大家 激活自己的记忆 而且呢 要把它传承下去 再也不要忘记了 而且 不要再让历史重演 我们是有这个责任的 真的是有这个责任 说的太好了 所以我们不是每个人 都有能力写书 而且像你写书 已经做了大量的资料搜集 所以既然西姐已经把 现成的书写出来了 那我们华人如果看到自己的责任 起码我们可以买这本书 给自己的儿女看 给朋友看 所以鼓励大家去买 或者去订 然后就继续的推广 而且西姐 请问你有没有计划 要写第二本书呢 第一本既然这么承论 先把这本书说了 其实这本书 我当时把这个就是 书稿寄给这个 这个出版商的时候 出版社的时候 他们就说太长了 就把两个 两个chapter 两个那个 两个部分 都把它删掉了 就是这本书 我也不能把整个的事情 说清楚 因为这个真是一个 非常非常大的话题 所以我觉得 可能呢 那可能因为还没有讲完呢 我连那个就是 很多很多 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也没有 也没办法把它加进去 part two 那就赶紧写下集吧 我讲这个书可是 我是从来从来没有想到 我有一天会写书的 我没有这个 既没有这个想法 也没有这个愿望 因为 我写书干什么呀 对 这一次 我是把工作辞掉了 我去年四月份 把工作辞掉了 我完全是投入这个 就成了我的使命 我就觉得这是我 必须做的事情 后来有一个我一个朋友 他自己也是作家 他就告诉我 80%的写书的人 最后都放弃了 我说 他说你这么简单 你坚持了 我说 我倒不是要坚持 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放弃 这是我 我这写书不是说 我要去当个什么 什么作者 我写书的目的就是 我的mission mission就是要 就是责任 这是我的责任 完了我的 那个mission就是要 唤醒美国人 所以我觉得 这本书真是 这不是我自己做的 对 是上帝 是上帝给你的一个使命 所以 对对 你接受了上帝的使命 把这个事情做出来了 也希望你个人 也认识上帝 接受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 也在为你祷告 好 希姐 非常感谢你 那对于这本书 或者是 还有什么其他的东西 你还要跟我们的观众 再补充一下吗 我就说呀 特别是就是中国人 美国华人 像我这个 经历过文革的 我希望你们也把它 做一个历史的那个使命 把这个 这个 传出去 唤醒美国人 每一个人 我记得上一次 我访问了 那个华裔的医生 王明旭 他就是拍了一部电影 也是在十月的时候 推出 我记得他有一句话 他经常重复的 他说每一个人 都要说好自己的故事 他是从另外的一个角度 也是说好一个 一个华裔的 美国人 怎么样在美国 冲破很多的障碍 来取得成就 他比较没有那么多 触及政治 而你呢 就是看到 但是我觉得他也是有使命 他也看到他自己的使命 就是他鼓励华裔 要走出来 要关心社会 可能不一定是politic 但是他也是看到自己的使命 而你的使命 就是要唤醒大家 要看到美国现在危机 所以我就套用他那句话 大家说好自己的故事 因为很多华裔 你把中国的经历 把你所知道 所看到的 把那个记忆挖出来 然后告诉下一代 你即使不告诉别人 你告诉自己的下一代 就已经很宝贵了 因为我发现 很多华裔 他突然发现 他们已经失去 自己的下一代了 下一代 完全是这样 在藤校 已经变成那个黄左了 而且已经 等他们发现的时候 已经没法沟通了 已经太晚了 对 所以我觉得大家的使命 首先可以从自己的家里 从dinner table 从你们的晚饭桌子上面 就已经可以开始执行 自己的使命了 是吗 对的 对的 谢谢 非常感谢 好谢谢 非常感谢西杰 也鼓励你继续的努力 为我们写更多的好书出来 那这一次 我知道你还是很忙碌 会马不平提的 继续接受访问 所以也谢谢你 百忙之中抽空来 接受我的访问 希望观众们 也继续支持你的书 好 那也谢谢观众 今天来陪我们一起看这个节目 我们下一次再见 这里是寻经问道 我是雨林 谢谢大家 拜拜 谢谢 谢谢 拜拜 拜拜